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仁 艾满多英文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不管是媒體 或是一般的社會大眾 對於郭宰的問題都非常註意 當然我剛才提到關於國際閃耀的國際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說大家會重視這個 因為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我們不得不需注意這個事情 也必須要重視外在的環境 這是全球化的結果 也是區域化的結果 也是社會這個世界知識化的 一定會面臨的環境 歐洲國家不要講什麼歐盟 剛剛講過五個國家 我這邊也特別聽各位提一下 就是說 有人很喜歡用什麼歐洲五國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再用這個字 因為歐洲人對這個名字很感慨 我們有時候在協法上 聽不懂不提兩字 用英文寫PIIGS 其實也不要這樣寫 現在歐洲國家的協法已經倒過來 GIPPS 反正就是DIPS 沒什麼意思 就是希望沒有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沒有任何負面的影射點 就是到了 那公安這五個國家 他今年到期的歐債 其實就已經到了5,353億歐元 所以我們講去年年級的時候 歐洲中央銀行 我們公主臺在做了解 歐洲中央銀行 它在歐洲所扮演的 流動性共鳴的角色 他去年四十五 年底就要四十五千億歐元 到金融市場去 但是今年到期的歐債 就有5,335億歐元這樣的數字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歐債的問題 雖然在陸續解決當中 我常常跟人家問起來的時候 常常會講說 歐洲人是在歐洲政府領袖之下 總是會在混沌中密得解決 在爭吵中取得共識 意思就是說 他們目標確定 大家想要解決問題 或者我們同在一條船 那怎麼辦 但是這個過程 一定是曲折 一定是會有一些不同意見的爭執 這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環境是這樣的 美國的市值也是一樣 美國財政市值相當沉重的 我們這次拜的環境 這次拜託的市值相當沉重的 美國財政市值相當沉重的 1.3兆美元 它累積財政市值是14.8兆美元 14.8兆 這等於已經到美國整個GDP的98% 將近100% 所以有的時候 看我們看其他國家財政市值 都累積了這種債務余額 其實相當驚人 像意大利總理 最近新上任的總理 這個蒙蒂 他上任以後 他的好朋友給他一個建議 他說 你能夠如果達到 意大利的債務余額 達到我們GDP的100% 你就算成功了 所以可以見到說 包括國家的債務問題 其實相當嚴重的事情 富人富是行動詞 我這邊講的富民是富是動詞 我們希望說 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富 這也是《經濟學院》雜誌 在一年前的《Special report》裡面 他有一個結論 裡面講的就是說 他說 你真的想去改善貧富不均募 還不亡 把收入最底內層的 進而把它拉高 他落得到了某個程度 或者因為財政移轉收支的一些手段 或者社會福利手段 讓他能夠有比較好的生活條件 反而相對的 你去努力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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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改善 你那才要實際一點 後來那天下午 在東東武器樂會的時候 總統講出一個 對我們大家的期許 他說 希望新的內閣 是一個安心內閣 那天我跟總統做個回應 我說 我講到富民的時候 是引用叛朝五葉春秋林的一段話 就是講說 民富國強後面的語句就是 眾安倒台 眾安就是大家一定要安心 總統所講的這個 安心內容 其實是跟我們這個想法 是可以呼應的 要怎麼安心呢 我想這裡面先知道很多的事情 所以一方面我們希望富民 一方面也希望大家安心 也許富了以後很容易安心 但不是當然 所謂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他比以前好 就是開始富一點 如果我們達到這一點的話 其實是能達到所謂智力脫貧的境界 那這個我想是有很多部會 其實都有當內政部 好像目前來講最多 不過其實很多部會都有類似這些概念 另外一方面就是 在教育方面非常重要 因為去年《經濟學院》雜誌裡面 他們的環環富貴會提到一點 就是說你要長遠的去解決這個 英國有權貧貧貧問題 當然《經濟學院》雜誌 它是世界觀的觀點 你看 它有地區性的英國有權貧貧貧 這些不經的問題要解決的話 其實台灣外出後都提到一點就是教育 因為我剛剛提到 因為知識化的結果 會讓人的差距越來越大 教育的結果是能夠讓知識化的差距減少 知識差距減少 那這樣的話 也有助於根本來解決 所以那是一個比較長期性的 長期性 剛剛跟我們一般講 教育是百零大器 環境融合 當國內的短期看的話 教育方面還是重要的 就是說 我們所謂考訓用的落差問題 今天我們在大學來講 所有的招生科系人數等等 跟未來這個產業需要有沒有關係 目前我們國內來講 我們一看出來 我們不會 比如說經濟會 負責人力資源的規劃 我們老委會其實也有負責一些人力資源的規劃 他只是說 這個訓練和用人之間這樣的規劃 教育部其實也有 所以我們至少只有三個部會 跟這種人力資源的運營規劃 和將來這是有關係的 尤其在教育部這邊 是從最開始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未來這個產業的需要 對於我們未來產業的需要 來做適當規劃 以免人才培訓的資源浪費 我們不要忘掉一點 在勞力密集的時候 任何經濟成長有一點成果的時候 所有提供勞力的人都可以分享到 但是一旦走向資本或技術密集的時候 提供資本和提供技術的人 自然他分享到經濟成長的比例會提高 自然這也是拉伸了一些大家的 所謂財富上的差距 解決方法絕對不是把那些 原來他因為提供技術 提供資本的人 他都鎖得把它拉下來 我們要想其他方法 提供勞業的人 他有所得可以增加 這個時候我曾經提過說 是提供比較高價值 勞力密集的行業 這裡面當然服務業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要注意所謂 Exportable Service 因為服務業既然是不可儲存性的話 我們國內這個市場 我們國內一共2300萬人 所以既然是不可儲存性 那你怎麼辦 想個方法 是不是能夠把它變成 Exportable Service 可以輸出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記得當天晚上 就某一個電視節目 有名者有攻擊 他說還要把服務業輸出 那不得了 我們是把就業又輸出 又加深國內的私有禮 不曉得這個人在想什麼 那我跟各位再報告一下 這就業已經有美人在做 所謂Exportable Service 並不是把服務業的就業機會輸出 而相反是增加國內服務業的就業機會 因為毛部長在哪裡不一樣了解 光光業就是很典型很傳統的 一個Exportable Service 我記得教員部曾經曾經講 我們要編合過 就是東南亞高等教育的一個中心 這想法是什麼 就是希望說我們吸引一些其他國家 人來接我們這邊受的教育 我們有什麼優勢 希望人家可以來 那當然也許會有些副作用在 那你也會討論說 你是不是吸引了一些 我們不歡迎的學生來啊 好學生會來嗎等等 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只是想強調一點就是說 我們有不同的情態 所謂可輸出的服務也可以做 這都可以增加就業機會 增加國內以及財富的計劃 像教育局其中一種 像衛生署 像我們朱主委 以前在當政委上講 國際醫療 其實國際醫療的概念也是一種 Exportable Service 你有這個能量 然後你吸引人家來接受 就是你把你的那個服務對象 把它帶進來 所謂Exportable Service 不是說服務業的 自己跑到國外去 創造國外的救援結備 不是這樣的 是把人家的消費者帶進來 這裡面有很多 我想大家都可以再思考一下 這個檢察官法官 其實他們說立法辦事 沒有法律怎麼辦 對防害農工商這些問題 配合現在經濟社會的發展 做一些討診修正 不曉得政府黨在努力當中 但是這個我們 因為立法實在是比較長的工作 我們需要趕快來做 另外就是刑法32章裡面 有關詐欺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講 因為 我剛才提過 我們這個犯罪 犯罪率也要降低 其實 詐欺部分降低就很多 它的那個發生率 降的是最多 應該超過四成 為什麼降這麼多 因為我們國人 已經很懂得 說怎麼來應付這些詐欺 因為在有內政部 法國部 大家政治經管會等等 都是在各種場合 想辦法去惡阻這個 金融詐欺的發生 大家都這麼努力了 努力的結果 這個詐欺好像 國內詐欺 不是大幅降低 降低的四成以上 可是這些詐欺犯 他不願意失業 跑到國外去 在國外去做這些行為 那境外發生的詐欺 如果我們刑法機器 有對於某一些行責 在外面發生的 謝謝 那是最短期三年以上 才要 才在國內要主行 那剛好詐欺犯不屬於這個 所以這方面我們是要有些修正 免得說有些在境外詐欺 甚至 我不是說單獨 比如說那種比較大規模式的 有組織性的這種詐欺 結果他在國外做了 結果外國的執法 把他抓到以後 我們好不容易經過外交不努力 把他遣送回國 結果我們在國內法律上很難處理 反而讓外國人常常有無解 我們自己國人也覺得不平 那這樣情況之下 其實也是一個 讓國人安心 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們這個過程 議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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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目的 是希望對外面的溝通 我想在第一次院會的時候 我曾經跟各位報道過 我們對外面的溝通非常重要 因為自己做了什麼事 自己很了解 自己說不定也很滿意 但是必須要外面每一個人都了解 尤其像媒體的話 為什麼叫媒體 媒體 媒體就是說 你跟外面接受這個訊息的人 怎麼來溝通 透過一個媒體 媒體就是中介的意思 所以你能夠很清楚地傳達 讓媒體了解 媒體從頭了解 傳達給外面這些所有諮詢的收受者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怎麼完成的過程要順暢 今天我們就有這樣的課程 包括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執行的話 必須透過適當的立法程序 這部分 國會的募工也變得非常重要 當然 有些事情 你想說 直接跟民眾募工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那有什麼技巧 都是在今天的過程中 我們需要來期待延長的 尤其各位所長 大家都在一起的時候 用休息的時間 有中午吃飯的時間 也可以互相交換意見 這種武功切磋一下 功力一定大盡 希望我們今天這樣一個人 會有很好工作的成果 非常謝謝大家 那我也不再簡單地這樣談一下 謝謝